您好 欢迎收看11月2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花莲县政府21号在中正体育馆举办了就业博览会 现场有35家厂商设置真材摊位 县长徐正蔚特别到场关心民众的求职情形 也为求职者交打气 同时县长表示说 县政府会持续努力为花莲来开创活路 打造更完善的就业环境 花莲县110年度就业博览会21号 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举行 新闻学生表示今年全国服务业面临新光变的影响 各个产业可以说是冲击相当大 疫情之后大家要切心鼓起勇气 面对现实一步步向前迈进就能够突破难关 那希望让花莲县的乡亲都能够找到他心之所向 都能找到他想做而且适合他做的工作 所以在每一年的春秋两季 两个工会都全力以赴 在地方上因为是各工会的龙头 我们礼监市都是各工会的龙头 所以对产业的发展 以及缺工 以及未来的方向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每一年两次博览会 也就因此将很多的需要员工缺工的产业能够邀请到我们的服务站来 以及博览会的现场 我要再次谢谢两个总工会 所以昆奇也要求交通部的部长以及相关的这些首长包括观官等等 会在这个月由部长跟所有我们观光业界面对面来座谈 由昆奇来主持 已经安排好了 也要有花联我们的在地的产业龙头来牵线 让全国的产业在观光从事的各种 包括旅游 包括旅行工会 包括地方观光产业等等 我们要一个彻底能够协助我们观光业 在这段振兴的期间固然是很繁荣 但是在过去那段时间所造成的伤害是非常的深 而且很多的从业人员已经离开了 未来是不是有再新的一个变种病毒又出来 我们并不了解 所以要必须做一个好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 政府应该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社会主长陈佳夫表示 近期疫情趋缓 希望透过旅游博囊会大量的人才 以提升旅游力 同时也补足企业缺口 降低企业缺工的情况 因此提供求职民众多元选择 让求职者顺利投入职场 有旅游需求的民众 请把握年前的行持好机会 薪资所向沦往直前 共创幸福花莲 记得继续欢迎视频道